从2018年毕业到现在 我其实只工作了三个月 剩下的时间一直在啃老婆 很多人说 为什么你老婆不介意不会反感 为什么你们感情还这么稳定 我想说赚钱只是恋爱和婚姻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 作为在家的我来说 其实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首先我的情绪价值 一定比工作的老婆会更加稳定 能更长时间的倾听 更好的做好赞美 还有解男的角色 其次我自我学习的时间 也比老婆更长 能接触到工作之外 更广阔的信息 如果老婆在工作中 有不明白或者烦恼的问题 我也能给她出主意 做她的贴身智囊团 有时候老婆工作实在太忙 我就会负责替老婆 做一部分的工作 最后你要有对于未来的规划 并且是切实可行的 因为我比上班的老婆 时间更加自由 更加可以接触到工作事先之外的先进里面 在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鼓动还在跟着打卡上奔的老婆 把握短视频的机会 在主流媒体质疑短视频的时候 我们成为了创作者 那么小罗看起来吊儿郎当了 其实她点子还蛮好的 我记得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实在想不出什么爆款选题了 头都要破了 然后我就问她 然后她就给我发了一堆的点子 然后呢 我在报社里面就轻轻松松的作为新人 就拿到了头版 我以前同事会经常旁敲侧击的问我 你看你的学历比你老公高 然后你的履历也比她丰富 那你在家是不是你老公都听你的呀 其实她不知道 我平时写的漂漂亮亮的报告 并不是完全靠我一个人写的 我有时候写不出来嘛 没有灵感 然后我就丢给她 然后她就会帮我搜集资料 搭一个框架给我 然后我知道我会写了 然后我就写出来 我觉得一个人能接收到的讯息 能看到的视角 能看到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两个人能做到思想层面的互补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两个人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去学习 那么你的灵感自然而然就变多了 然后路子就自然的宽广了起来 相当于一加一大于二